不顧警方在后头猛追 沙石车不断往前开 看到红灯也不停下来 双方在街头追逐了三公里远 沙石车才被拦下 场面一阵混乱还伴随着枪声 因为桃园炉竹这名沙石车女驾驶 疑似超载拒绝拦查还逃逸 甚至试图开车重撞警方 远景最后朝着轮胎开四枪 才结束这场闹剧 女驾驶被警察压制在地上 嘴上却不服输 直说警察打人 事后还攻撑自己脸部右肩 以及右大腿都受伤了 女子投诉无名援警 对她拳打脚踢根本执法过当 气得提告伤害罪 警方最后获得不起诉 于是也对女子提出诬告 警方认为女子确实有妨害公务 依误告罪将她起诉 另外妨害公务罪的部分 女子一审或判无罪 但恶神逆转改判六个月徒刑 现在法院判决出炉 也还给警方一个公道 记者林中正 蔡山 桃园 采访报导 换卫言论自由到底 抢救中天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